今天講講孫權,他接到曹操的書信,看完就很歡喜地答應,立即寫了回信交給使者,叫他帶回去 接著,孫權召集文武官員來商量,張超說 最近,因為關雲牆禽於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甚至想牽刀來避一避他的瘋芒 現在犯誠危急,他又派人來求救,就是怕他將來沒事,解圍了,他又反覆 孫權還沒說什麼,有人來報告說,呂蒙從陸口坐船來到有事要當面稟告 孫權還叫他進來問他有什麼事,呂蒙說,現在關雲牆大兵去了圍攻范城 可以盛這個機會集取荊州的主公 嗯,不過我是想北上去奪取除州,你覺得怎麼樣呢? 主公,目前曹操遠在河北,顧不及東邊 徐州的守兵不多,去打他必定可以得勝的 但是徐州的地勢利於陸戰而不利於水戰 終然得到了,亦難以固守,不如先取荊州 完全控制著長江,然後再求更大的發展為好啊 哈哈哈哈,我本來是想去奪取荊州的,先頭這樣說是試試你 你盡快幫我策劃一下,修復荊州,我隨後就起兵了 呂蒙辭了孫權回到陸口,探馬來報告說 沿著長江一帶,每隔二三十里都在山江上設立了風火台 呂蒙又得到消息,說荊州的軍馬都做好準備,加強防禦了 呂蒙就吃了,怕了,她想,如果真的這樣,荊州也很難打 糟了,我在吾侯面前跨過海口,說要修復荊州 現在怎麼做好呢?呂蒙想也沒辦法,於是就實行詐病了 就使人去報告孫權,孫權一直都等著呂蒙幫她修復荊州 怎知等來等去等到的呢?她說她病了,大失所望,心裡很無忍 但是,陸遜就跟孫權說,呂蒙說有病,我看是假的,不是真病 孫權說,既然你知道她是假病,你去看看她究竟為了什麼事 所以,陸遜就去探呂蒙了,哈哈,果然見到呂蒙面紅潤,精神飽滿,一點都沒有病 但是,陸遜並沒有點穿她,只是說,聽聞你有病,吾侯叫我來探望你 哦,唉,我偶然有點小病,竟然要驚動到吾侯粗心 有勞煩你來探望,真是很不安 子明兄,吾侯交了個很重要的任務給你 你是因為有些病,就不盡快採取行動,為什麼呢? 唉,子明兄,我有一個藥方可以治好你的病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試用一下呢? 啊,既然你有好藥方,請你快點告訴我 左右,將軍,你們出去,是,你說吧,你說吧 哈哈哈哈,子明兄你的病,不過是因為荊州的軍兵加強戒備 沿江一帶,設立了風火台而已 小弟有一條路,可以使得沿江的風火台不能起火 荊州兵馬束手歸航,敢得未呢? 啊,你真是看穿我的心事了,請你說說,你的辦法是怎樣呢? 啊,關文長似著自己本事,自以為無敵於天下呢? 他所顧忌的呢,是子明兄你而已 你不如就趁這個時候,藉口說有病,提出辭職,把守衛陸口的職務讓給人 然後,派人去見關文長,態度要謙虛,一尾這麼讚頌他,使他的心驕傲起來 這樣呢,他就必定切齊京州的兵馬,轉移去泛城那邊 等到京州疏於防備了,我們都不用用很多人馬,只帶著一類之師對他突然襲擊,那京州就到手了 啊,真是好辦法,好辦法啊! 於是呂蒙就以病為藉口,寫了報告給孫權,提出辭職 陸信就回去見了孫權,把這條計策告訴他,原來是這樣的吧? 孫權就叫呂蒙回來見業養病 當他回來的時候,孫權就問他說,當初,守衛陸口的任務 是周公正推薦老子敬來代替他,後來,子敬又推薦你來代替他自己 現在,你也要推薦一位無論財能、聲望,都要出眾的人來代替你才好啊! 主公,如果用一位很高聲望的人,那關雲祥就一定會提防的 微臣認為陸信心名忽略,極有能力,但是外界都未曾知道 關雲祥不會顧忌他,用他來代替微臣的職務是最合適的 孫權很高興地同意了,即日就任命陸信做編將軍,右都督 代替呂蒙鎮守陸口,陸信接了人,馬上起程去陸口上任 什麼接收了馬步水三軍指揮大權之後呢,就寫了封信 自辦了禮物,無非是好馬,靚的籌段,名酒等等 就派過使者送去樊城給關雲祥 當時關雲祥正在調養戰傷,按兵不動 這一天,搜門官來報告說,啟稟將軍,江東陸口的主帥 呂蒙病危,孫權調了他回去醫治,換了陸信做主帥 代替呂蒙鎮守陸口,現在陸信派了個使者帶著書信禮物 來拜見將軍,請他進來,關雲祥見到那個使者就說 哈哈哈哈,縱謀的見識真是短錢呀,竟然用個年輕人來做主帥,哈哈哈哈 參見軍侯,陸將軍又書信一封,薄例一份,送情給軍侯 一來是祝賀軍侯,二來是想求得兩家和好,請軍侯笑納 關雲祥拆了封信看看,裏面的措辭極之謙恭有禮,總之你形勢低威就是了 關雲祥看完,也就是戴了一兩打高帽,哈哈大笑叫人收了禮物,打發了使者番茄 當時,陸信當時只有三十六歲,關公多大呢?已經五十八歲 陸信直直無名,關公就威震華夏,他驕傲了,看陸信不起了 使者回去見到陸信就說,關公好歡喜,看來他對江東一點都不擔心 陸信這樣就高興了,又派出間諜去探聽消息 知道關雲祥果然撤走了荊州城大半的兵力去泛城待命 等到戰傷一好就要進兵了,陸信摩清楚底細就立即派人非快報告宣權 宣權叫呂蒙商量說,現在關雲祥果然撤了荊州的兵馬,叫他攻打泛城 我們這樣就可以想辦法去襲擊荊州了 將軍,你和我弟弟宣教一起帶兵去,好嗎? 這個宣教別字宿明,是宣權宿父宣正的第二仔 是呀,呂蒙就說,主公你若認為我呂蒙可以用,就只用我呂蒙一個 若你認為宿明可以用,就只用宿明一個好了 往日,周虞、程普分別做左右都督,雖然是由周虞作主 但是程普認為自己是個老臣子,反而居於周虞之下,所以兩個人的關係都幾不和 後來,因為見到周虞確實有才幹,這樣才敬服他 現在我呂蒙的才幹不及周虞,而主公和宿明的關係,比起程普黎又親近得多了 所以我說事情很難做得好,啊,將軍講得有理,宣權醒悟了,於是就任命呂蒙做大都督,總製江東各路軍馬 就叫宣教在後面接應糧草,呂蒙接受了命令的著手準備,用八十幾隻快船,裝著三萬多名士兵 就叫他們在船上隱蔽好,另外再選一批水性好的兵 都是穿著白衣的,就扮成商人那樣,在船上搖擾造船 其次,趙漢江、蔣蔭、朱賢、潘張、周太、徐盛、征鋒、七元大將跟著進兵 其餘的人馬就由宣權親自率領,押後接應 同時呢,派使者送信給曹操,叫他派兵去襲擊關文牆的後方 部署好之後呢,就下令出發 那些白衣人就照著那些快船去沉陽江,日夜不停一直照到北岸 江邊風火台的那些守台軍事,見到有傳過就盤查他們了 白衣人就回答說,我們都是客商,因為遇上大風,所以就彎在那裏避風 一字說,一字就送禮物過去了,雞腿打人就牙腳軟了,守風火台的軍事收了錢財禮物 就任由船泊在江邊來了,好了,大約到了夜晚二更時分 隱蔽在船上的兵舍走出來,將風火台的官軍抓住 一聲暗號,八十幾艘船的精兵一起出來動手,將所有險要地方風火台的守軍 一個不漏就逐落船,於是就毫無難阻,長驅直進 上下到荊州,呂蒙叫齊俘虜的官軍來,好言好語地跟他們說 上次他們,叫他們去哄開城門,放火為號,這群俘虜兵都肯制了 呂蒙叫他們走前帶路,到了半夜,他們來到荊州城下叫門 守門官認得是荊州兵,就開城門,衝啊! 那群兵士湧入城,立即放起信號火,突發 東吳兵跟著河河河沖入城,就佔領了荊州 入城,呂蒙立即下令,若果亂殺人的,亂拿民間財民的軍法處理 同時吩咐原來的官吏,各人做回自己的職務 另外,將關文祥的家屬找一間屋給他們住開,不准閒人騷擾 一邊就派人向宣權報告得勝的消息 有一天,下大雨,呂蒙騎著馬,帶著幾個人四圍去巡視 他發現有個兵士拿了居民一件梳衣來套在身上,蓋著那件鐵甲 呂蒙立即叫人拘捕他來問,一問,原來是呂蒙的鄉里來 呂蒙說,你雖然是我的鄉里,但我的命令已經出了,你違反了命令,就要按軍法處置 將軍,將軍可憐一下,小卒都是為了怕些雨,踏濕公家的鐵甲而已 所以拿完梳衣來蓋著他,不是為了自己用的,請將軍你奶念同鄉之情,搖述了小卒 我知道你是為了蓋著公家的鐵甲,但講到底,你不應該拿老百姓的文件 說完,呂蒙命令衛視將那個士兵拉去斬首,並且將他的首級示蹤 之後,呂蒙流著眼淚,叫人臉著這個士兵的屍體,安葬了他 哇,軍法無情啊,從此之後,三軍將士都不知道多守幾率 過了幾天,孫權帶著大家來到荊州,呂蒙出到城外迎接 孫權仍然任命潘進做自中,掌管荊州的政務 又在監獄放了余禁出來,將他送回去給曹操 然後就安民勞軍,大派現席來慶祝勝利,這些就不在話下了 這一天,孫權又送呂蒙襄梁說,現在荊州已經得翻了 但是公安南郡這兩個地方又如何去修復好呢? 孫權說話未完,余番就走出來說,不用主公動用一弓一箭 我就靠這三寸不爛之竊,就可以講到公安富士人來投降 好極了,你有什麼好辦法可以使到富士人來投降呢? 你看一下,我自小和富士人是好朋友,如果和他講明厲害 他必定來歸行主公的,孫權極之歡喜了 就命令余番帶領五百名軍事去公安 現在說說富士人,他是聽聞荊州失守 至少要急命令緊繁城門,準備死守 余番看到山死大城門,寫了一封信,放一支箭書 這樣射進城裡,守城的軍事撿到 就用去給富士人,打開來看,是叫他投降的 富士人的心,哼,關文祥都這麼生氣自己 那不如投降也不更好 立刻下令大开城门 请于藩入城 两人见面互相行过礼 谈了一段往日的情谊 于藩猛讲孙权如何宽宏大祖 礼言下士 爱惜人才等等 傅侍人觉得遇到这样的主公是妥当 立刻捧着大恩 跟着于藩去荆州投降 孙权很高兴 仍然任命他去把守公安 那吕蒙静静地跟孙权说 现在还未逐到关闻牆 如果留傅侍人在公安 时间一长就会有变故 不如叫他去南滚招微方来投降吧 孙权想到有道理 就叫傅侍人来对他说 微方跟你是好朋友 你去招他们投降吧 成功了 我重重有赏 傅侍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带着十几个人就骑马出发去南郡招安微方 听说是荆州失手 急着他死了死了死了 但又没办法好想 这一天 说傅侍人来到的 连忙接他入城 问他有什么重要的事 傅侍人开门见山 他说 不是我不忠心 事关情勢危急 力量薄弱 没有办法支持得住 我已经投降到东河了 将军你也不如投降吧 这样不行的 我们受汉中皇这么多恩德 怎么忍心背叛他 不过 微将军你要想想 关公往日这么痛恨我们两个人 如果有朝一日他打胜了回来 他会放过我们吗 将军你仔细考虑一下 我两兄弟跟着汉中皇这么久了 不能突然背叛他的 但是 微方正在犹豫着 心是十五十六 就在这个时候 翻文墙派了一个侍者来 他跟微方说 关公的军队现在缺粮 要来南郡公安两个地方 拿十万石白米 关公命令两位将军尽快借些粮去前线 如果迟就要斩首 当堂吓到微方大惊 附将军 现在荆州已经落在东吴之手了 那这些粮食怎样运得去呢 微将军 你不用想那么多了 父子人猖地拔出把剑 就在大堂之上有一剑斩死了关文墙的侍者 哎呀 哎呀 附将军 为什么你要杀了他呢 关公要我们送粮草 就是想杀我们两个而已 难道我们束手代弊啊 微将军 如果你不投降 都不杀给关公杀的 正在说 探马尼报告说呂蒙已经带兵杀到了 微方没得考虑了 于是就和父子人出城投降 雷蒙都不用打就拿到南郡公安 好欢喜啊 立刻就带他们去见孙权 孙权重重地赏他们两个 出港安民就不准骚扰百姓 然后就靠路三军 这些就不说他了 现在就说一下曹操 他是当时在许都这一天 他正在同一帮谋士议论着荆州的时候 东吴的侍者带着孙权的书信来见他 曹操接了封信 查过来看看 内容就是说吴兵就快要集结荆州了 请求曹操出兵去夹攻关文墙 而且担足曹操要保守机密 便是被关文墙知道了 就有所准备了 曹操和他那帮谋士研究 董超说 现在范城被围 很急着等着去救他们 不如派人将这封信用箭射入范城里 等大家安心 同时一定要让关公知道 东吴就要集结荆州了 他怕荆州危险 必然立刻退兵 到时要随访趁势追击 这样就可以获得全胜了 这一招都挺绝的 曹操听他的 于是一方面派人趋速随访 尽快去进攻关文墙 另一方面 亲自统出大军 直到洛阳南方的杨宁波驻扎 就研究曹人 随访接到曹操要他进攻关文墙 和办成解围的命令 接着又探听到 关平的兵马驻扎在远城 尿化的兵马驻扎在四重 前后总共一十二个刑寨连绵不断 随访当机立断 立即命令副将随商 呂建打起随访他的旗号 去演成正面对关平发起进攻 而他自己带着五百精兵 顺着免水由背后去偷襲演成 关平清闻随访带兵来到的 率领本部兵马来迎席 两阵队远 关平出马和徐商交锋 紧紧打了三个回合 徐商大败而走 跟着旅建出马 亦是打了五六个回合 都打败走人 关平成胜追杀 一路追了二十几里 突然有报告说城内起火了 糟了 关平知道中计了 急忙的勒兵回去救演成 谁知走到半老 就撞上一标军马就拦住去路 除火騎马站在门骑之下 大声地说 关平现真 真是不死了 你 你们荆州已经被东吾奪去了 你还在这里发什么狂 真有此理 关平生气得极 中马无刀直取除火 打了三四个回合 那兵吵起来 哇 只见演成里面大火红红 烧到半边天都红了 关平不敢乱战 杀开一条路 射到四重寨 尿发见到他就问了 听说 京州已经被呂蒙偷杀了 现在军心京方 如之爱河 哼 这实是谣言 兵士再说的就是杂 正在说的 流星马尼报告说 正北方的第一兵营被徐坊带兵攻打 哎呀 班平说 如果第一兵营失手 其他国营就有危险了 你说靠近面水 曹兵不敢来的 我跟你一起去救第一兵营呢 廖发就立即叫齐部下的将军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坚守营寨 如果艺兵来到 就立刻点火做讯号 那些将军说 将军放心 四重营寨 布置了十重六角这么多障碍物 就算是小鳥都飞不进 要不要留那些艺兵呢 于是关平廖发就出齐四重营寨的征兵 四处赶到第一兵营住宅 关平先观察了一下敌情 见到艺兵住宅在矮山上面 他就跟廖发说 徐坊驻兵都不得地利 今晚去接他的宅就对了 那么小将军你带一半兵马去 我就在这里把守本寨 当晚 关平带着一支兵马 撒进曹军营寨 撞到进去 咦 一个人都没见 还算了 关平火速退后 被徐伤旅见 一左一右两边夹攻 打到关平大大会影 徒兵趁势追杀过来 四面呆呆呆围围住猛攻 关平廖发顶不顶了 唯有放弃第一兵营 撤退回去四重营寨 哎呀 远远就望见宅女头大火冲天 急忙跑回到营寨前建 哇 只见全部都换了曹冰旗号 闭家伙啦 即刻退兵想由大陆席去范城 又被一支军队在前建拦住 为首一圆大将弹去除房 关平廖发两个一起冲上去 扯尽死力猛打 冲开一条路 带着一帮残兵败将 回到大宅见关文墙 关平说 稟告父亲 现在徐所已经攻陷了染城各个地方 且曹操就亲自率领大军 分三路来救范城 听很多人都说 荆州已经被呂蒙偷襲了 哼 这些是敌人做的谣言 想扰乱我们军心 呂蒙正是病危 现在由个年轻人陆信 来代替他的职务 不足为累的 话口未完 徐房带兵来到 关文墙立刻叫人和他避马 关平说 父亲的身体还未复燃 不要出殿了 徐房过去和我有交情 这个人是有本事的 如果他不肯退兵 我就斩了他先 警告一下其他的魏将 于是披挂上马 奋起神威出到阵前 哇 那些魏兵见到 个个都胆战心惊 关文墙立定马 他问 徐公明在里吗 只见巢型的门旗一开 徐房出马 他忽一忽一声说 自从和君侯分别 转眼又几年 没想到君侯的疏法都已经蒼白了 想起藏年的时候 和君侯来往 时时得利的教会 真的十分感激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 今天 君侯的英雄气概 威震华夏 使我这个老朋友听到都非常羡慕 今天有机会见面 你觉得很安慰 很安慰 既然你还记得我们的交情 是这么深厚 不和别人 为什么你现在屡次三番 逼我的儿子呢 谁知道你徐房说完最初一段 淮旧的说话 什么都不说客气了 他对着部下的将官大声地说 谁斩到关文墙首级的 重赏千金 关文墙大为惊奇 功名 什么是说什么说话的 今天这些乃是国家的事 我不敢以思废功 徐房讲远 废母大虎直取关文墙 关文墙发火了 武器大都上前迎战 激战了八十几个回合 哎 关文墙虽然武艺绝伦 但是右手中规是不够力啊 关平怕父亲顶不住 急急打罗兽兵 关文墙就拨转马头回营了